哇好漂亮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哇 我这么大一颗银杏树 哇好漂亮 老大一一颗树 怕热糖喝碱醇 欢迎来到俊乐堡碱醇酸奶 独家冠名播出的时光音乐会 今天将由您邀请出 80、90、00、10年代出道的时光音乐人 完成属于你们的第一场音乐会 好 我怎么邀请他们呢 接下来请周深完成90年代 惊喜听前奏猜歌挑战 迎接下一位时光音乐人 我要是猜不出来 就我一个人录这一季了是吧 好的 我准备好了 90年代应该不是很难吧 请听第一题 不停 好熟啊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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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没了吗 是不是 就 走破这张夜 我陪你走 一夜是吗 回答错误 你们最好准备我一个人录了吗 请继续听第一题 月亮有的祸 张瑜老师 回答正确 比我想的难很多 请听下一题 有点熟悉 好熟悉啊 是首歌 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那么叫什么名字呢 这是杨玉颖老师的 不要问我 回答错误 这个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 回答错误 轻轻告诉我 好 回答错误 轻轻 错一个字 小一个字还错一个字 轻轻告诉我 我在回到最开始 轻轻告诉我对吧 错了一个字啊 轻轻的告诉 告诉 告诉你 回答正确 好难啊 救命吧 周深加油了 怎么猜歌变得那么难啊 请听下一题 刘德华老师的 听语 回答正确 恭喜完成挑战 有请 1996年出道的时光音乐人 老师你好 应该说是第一次见面吧 对对对 第一次见面 但我很惊讶您跟基基老师 也是第一次见面吗 对 我之前 对 第一次见面 因为在 没有什么机会 对 就是从电视上看到比较多 对 我也是从电视上 你也是啊 你也是 那我们不如先坐下来再聊吧 是 太紧张了 您站着 我的屁股坐得不是很冷 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 听阿杜的声音 我也是 你是其实是天生就这样吗 其实也不是 这也不是说吃辣椒或者什么 就是说唱歌的时候呢 就是用到比如说 声声我们就 我就知道你唱歌嘛 会变声 嗯 您也会变声 我觉得 我一般呢也是从没有沙哑 会唱到有沙哑的部分 所以我怀疑我两个声带 所以我也怀疑你是应该 有隐藏多一个 我那可不止两个声带 你不止两个 我听过你有一首歌 你装成小孩 男孩 男孩女孩 好吧 还可以 我就只有一把少女的声音 刚才你是音乐时光是多少年 十四年 十四年 2008年出道 我出道的时候十六岁 哇 邓紫棋老师的歌熟悉 大家喜欢的太多了 那为什么今天会选这一首 我就是职业生的牙里边 大家可能第一首熟知我的歌曲 我就是在长沙 就是在同一个台里 唱的当时就是 浩莫 浩莫对 浩莫是我十九岁 我失恋的时候 而写的一首情歌 然后它是我当时的一个代表作 然后我就在想 我有没有新的情歌代表作 然后我就选择了很久以后这一首歌 因为它也是 我慢慢长大了以后的一些 根据我自己真实的感情经历 而表达的一首歌曲 你现在是二十几岁而已 我现在上西亿了 但是你就是感情很丰富 你都可以这么年轻 都可以写出像泡沫那种歌 那些其实你只要失恋一次 真的很伤心就会 就是沟通就写得出了对不对 对 我每次发现就有 Jim老师大家特别喜欢的歌 我一看做词做起等词入 怎么又是自己写的 我觉得特别厉害 我记得我在香港 抽一张专辑《怕寂寞的猫》的时候 你有写过一首歌给我 对 叫做《女儿熊》 对 那时候就听到有个新人 很厉害的 才十六岁 对 邓紫棋老下流很开心 因为等一下猜歌 要帮忙 真的吗 不是我本来还挺紧张 有这个环节的 没有压力 接下来请邓紫棋完成90年代 惊奇朗诵猜歌挑战 迎接下一位时光音乐人 90年代啊 90年代哪些歌啊 请听第一题 是谁在耳边说 爱我永不变 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 你们肯定听过 这是个很有名的电视剧 古装的 你唱一下 你唱一下 是一虎美景 这个你们没有看吗 千年等一回 回答超时 证据答案是千年等一回 我先走了 我跟大家不是一个年代的 为什么你老哥都认识 因为小时候就是这些电视剧 或者是所有的歌曲 就真的是陪伴着我们在长大 可能香港乐坛从小 我听的歌跟内地乐坛 听的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比较难猜 我是听着孙苑老师的歌长大的 因为月姐的歌很多是动感的 所以要声光电什么之类的 会很好奇的是 月姐怎么会来到 我们相对来说 反差会比较大的舞台 你为什么来 我 因为我听说孙苑老师阿杜老师 孙苑老师月姐会来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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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第一段 孙苑就说 好好听 很震撼 对 真的很震撼 护场 护场吹跑 来来来来 真的 放回放 我们俩个人 他给我浇饼 确实很有力量 我刚才在照片 我听你们跟他砍 太热闹了 太好玩了 但是我站了半天了 我刚才 往前收拾 我觉得我腿有点拐 这是啥 是梨 不是问他是啥 他俩是啥 筷子 筷子多少 筷子多少 他俩 筷子兄弟 宽属的 父亲 女儿 换一个 三个字的 年轻的反义词 老 父亲 老 老 父亲 女孩的反义词 老儿子 老儿子 老男孩 老男孩 回答正确 这不是个猜戈游戏吗 老男孩跟你有什么关系 筷子兄弟 筷子兄弟 筷子 兄弟 我觉得 老儿子 差不多 我真知道的 因为我很多年 没事我们都会给你播出去的 刚那一段 不要 很好玩 超可爱 恭喜完成挑战 我基本上是没去过卡罗K的 我真的 我不像你们 你和邓紫棋 你们俩 我可不像邓紫棋只看画面 我哪有 我哪有只看光亮 你只看音笔 我还唱歌 你唱KTV闭着眼睛唱的是吧 我看词 我今天唱的是叫光亮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 可能比较难过 或者是遇到坎坷的时候 我们都很需要那一束光 在做所有老师的歌 在我的青春当中也都是那一束光 都陪伴了我成长很久 然后很温暖我 很鼓励我的一个光亮 也希望能够跟所有老师一样 去给别人的力量 去温暖别人 这首光亮 谢谢 谢谢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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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思考 我愿意 我愿意 季风带走沙粒 四季冷暖的交替 多鲜花的生命 有枯萎的痕迹 是奔跑中突然 醒来的风雨 是黑暗中一根火柴 燃烧的光明 也许你猜不到 未知的宿命 像流星飞翔着 它却不知目的 可是我却 却愿意相信 最渺小最微弱 最柔软最无畏的你 用尽了权力 努力的怀疑 再无边再无境 再无界总有一线神经 我留你自己 你 啊 啊 可是啊 我卻 卻願意 去相信 最渺小 最微弱 最柔軟 最不畏的你 用盡了 全力 努力的 去回憶 再不變 再不盡 再不解 總有你 先相信 光亮你自己 啊 啊 我並穿你 心怕夜深 一所眼 與人 停上 長 一波 你 終於是 六百 變一副 沙海 一夢 啊 啊 啊 無論 目的 啊 啊 我 最無謂的你 你 啊 我 不問 你 啊 我 最無謂的你 這 我的天 好棒 真的 这个比舞台紧张多了 怎么可以说了两个小时话 还能唱成好像没说过话一样 真的是完美 完美 真的完美 你在前面那一表现真的是完美 突然出现了一段戏曲 又让我惊了 怎么会加上一段戏曲 他当时其实这首歌 他就是为了一个主题 《故宫六百年》 明白了 他的流行和戏曲结合得特别好 感觉像就突然打开了一个画卷的感觉 对 就是拉别人一把 会抚摸一下别人一下的歌 你的声音就能拉别人一把 就是他那个声音 他有飘灵感 他又有力量 然后到B段的时候 我觉得天都亮了 我看那个灯感觉灯光都亮了 这是音乐 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瞬间太美好 太棒了 我也非常幸运能够来到时光音乐会 然后见到所有老师们 特别开心 我们时光音乐会 他就像一个时光胶囊一样 他里面藏了我们很多人的回忆 我们很多人最美好的 或是印象最深刻的时刻 周深 你好 最近有空运动吗 期待与你在时光音乐会 用不同的方式见面哦